欢迎回到好险有你的保险单元 今天我们非常开心 请到了华欣保险的健保计划 规划师石先生来到节目当中 Hi Gary你好 你好 你好 那我们您刚刚讲的非常的详细 从11月1号开始 就是我们开放了这个 投保开放期 那么在这一点点时间 这个时候大家应该 也陆陆续续收到一些通知书 就是说关于你 明年健保计划的一些更动 保费涨了多少 那么其实很多人 其实这个时候就计划 想要来更换保险计划了 那到底这个流程是什么 其实大部分的民众 应该对保险的renew已经不陌生了 因为大部分人去年都已经有了 那如果自己直接跟保险公司 买的这部分就最简单 你如果不做任何动作 继续交保费 那么它就会在12月底的时候 自动按照你当前的这个计划等级 帮你续保下去 如果说你要更换的话 那么尽量在 比方说你要11月1号 2017年1月1号生效的保险 最晚最晚要在12月15号之前 也就是说11月1号到12月15号这段时间 是所有生效1月1号的这个变动 所以到一个半月时间而已 对对对 因为所有保险公司的这个时间生效 它有一个小规则 就是15号的这一个中介线 你当月15号之前递交的这个申请 或者是变更 它都是在下月1号生效 如果你是超过当月15号 你从16号开始递交出去的申请 或者是变更的话 隔月的1号 一号 相当于说你在12月16号递出去的申请 或者变更要到2月1号才能生效 OK 那这样子的话 第一个你自己的权益可能会受到损失 会不会有罚款的问题呢 罚款倒是还好啦 因为我们的这个讲法就是说 你一年当中不能有超过 多少时间 OK 所以这只是就是一个 一个这个所谓的交替时期 所以是可以原谅的 我们是讲90天嘛 但是就是说你一年当中 任何时段不能超过90天 不一定非要连着 空窗大概90天而已 对 空窗90天 好 那另外一个 对刚才还有就是说 如果是从加州全保 也就是说我们Cover California 有补助的这一部分民众的话 那在更换计划的时候 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政府系统的这个规定嘛 没有办法 它只能容许你有一次的更改 只能容许你有一次更改 所以要考虑清楚之后 一锤定音 好 17年的这个计划更换的话 那就是这样 没有第二次再更改 所以您的意思说 如果说是您自己 跟保险公司购买的话 如果说你更改了 但是如果你在12月15号之前 还是觉得有疑惑 还是觉得不妥 想要再次更改是OK的 是OK的 但是如果是加州全保 就只能一次定下来 你之后一年的保险计划 因为它政府的系统 相对来讲说你更改一次 你要先从政府的这个机构 然后再下到保险公司那一边 它当中的这个交互的时间 会比较长 你有可能说OK 你刚刚把你这个变更发出去 可能是1月1号生效的 但是它可能过了两个礼拜 但是这个很多人还是觉得说 到底要不要变更这个计划的标准在哪里 我应该要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我真的来考虑说 我应该要来改变我的这个保险计划 好 首先第一点 我们再重申一下说 我们健康保险的这个影响保费的几个关键标准点 第一个就是年龄 年纪越大的肯定保费就会越高 第二个就是你住的这个区域 那不同区域 它的我们19个region的这个区域 它每个地方有不同的这个定价 第三个就是考虑到这个收入问题 如果是说夏天收入刚好是在加州 传保范围段里面的这一部分民众的话 OK 还算是有比较好的消息 毕竟说政府那边有一部分的补贴给到你 那补贴的额度是多少 也是取决于说你家庭成员的这个年龄的总和 以及说你们这个家庭收入的高或者低 那一般来讲就是越低的情况 它补助的越多 并且在固定的这个中低段 它有从营计划里延伸出来的三个 这个cost share的plan 就加强了它营计划的这个coverage 给到你一个额外的这个福利上面的这个补助 相对来讲比较好 那今年要不要换 如果说之前已经在最基本的 我们讲同营金白金四档 已经在同计划标准上的这些民众来讲的话 可能他们的选择范围并不广 因为已经是在最基本的这个层面上了 只能说看看说你现在的这家保险公司 是不是整个市场上面最低的这个价格 那么现在正在使用比较好的金或者白金的这部分民众 可能要评估一下自己的这个健康状况 看一下 那省钱最重要的两点是什么 第一有个好身体 第二有个好运气 那但是人吃无骨杂粮嘛 避免不了说总归有一些小病小痛 对吧 就算无病无灾 那有可能说有一些外伤啊什么的话 也很难讲 好 那只是说考虑一下说 我现在的个人健康状况 是不是需要说一个特别高端的这样一个coverage 对 如果说确实没有必要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考虑适当的往下下调一个这个幅度 因为现在资讯不断的变动 有时候你需要最新的资讯来给你有最好的一个 这个知识上的这个社群 你才能了解说自己到底什么是最适合自己的 对不对 所以也不要慌 找一个能帮助你的保险经济 我这样是最好最快的方式 今天非常谢谢Gary 谢谢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广告过后马上回来